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8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6点10分,美股已经收盘,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及美股。 今天关键的就是美股收跌,科技股领跌,美光预警拖累纳指跌将近1.2%,那么高盛表示通胀即将减速,但美联储转向还为时过早。 实际上,昨天那个,另外一个跟芯片相关的那个英伟达也是预警,昨天那个也是跌幅比较大的。 我们看今天的摘要低点,美国的通胀可能很快放缓,但是要真正能够令美联储满意,按美联储开始调整政策立场,停止加息,恐怕要等到明年上半年。 这个就表示这个股市,就是说实际上要等到明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才会真正开始见底。 就是说,但是股市一般来说都比这个美联储的政策要提早一点,你比如提早三个月或者甚至半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点,首先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来看,尽管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但是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已经开始了。 利于美国新开放的职位数,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下降。 大型的科技金融公司要么开始裁员,要么放慢招聘的速度,美国就业增长放缓,但是实践率并没有出现明显大幅上升。 这可能就是美联储高官认为从来没有过的事件,而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强劲,不至于将美国经济脱于完全的衰退。 那么因此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顾虑也少了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这个市场,我实际上周末讲过一个游期视频,就是很多市场目前预期就是说9月份的一步加息很有可能也是75个基点。 我们再看第三点,供应链的交付问题和供应链瓶颈的难题正在大大缓解,只将推动PPI增收的放缓,从而带动核心CPI增收下降。 尽管如此,那么市场依然担忧房地产,这里面不管是房地产交易还是房租价格和其他服务的价格可能很难迅速下降。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是我周末的两张图,我给大家讲过这个CPI为什么很难下降的原因。 大家可以去回忆看,我们很快的再给大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这里面我们先说今天这个结论对这个市场的。 如果说明天的CPI下降,目前市场预估就是说,这个CPI大概是8.7%吧,也就是7月份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比这个8.7%要低,而股市不大涨,那么这个时候预示后面大改例还会有重大利空,也就是说股市后面还会重挫。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每个CPI的帧率,这里头房屋,这里头包括这个房租,占的比例是最大的,30%、40%。 而最近很多人就是说因为油价最近降得非常快,这个能源实际上只占6%到7%。 所以我们说这个油价今晚最近有下降,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它占整个CPI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 另外还有一个新车,二手车吧,二手车实际上大家看,这个是5月份,这个是6月份的,这个是5月份的。 6月份的这个实际上已经比5月份降低了超过一半了,但是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占整个CPI的也只有2%到3%。 而大家看右边,这个是最新的美国房租物价指数,这里头包括这个房租,实际上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目前还没有下降的趋势。 而这个我们刚才看到房屋,包括这个房租,实际上是占30%或40%。 如果说这一项指标下不来的话,那么CPI的这个值很难下来,这个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就是说,而这个美联储的目标,也就是通胀最后应该降到2%之下。 上一个月就是6月份的时候是9.1%,所以要降到2%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需要时间,另外要有可能这个加息还得加到这个力度。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先看一下大盘的情况。 今天我们看分视图吧,今天这个标普500下跌0.4%很明显,今天这个大盘是个整档的行情,那么道琼市也是个整档往下走的,所以当时下跌0.18%。 我们再看,那打开中国指数也是一个,基本上是平盘的,是个震荡的,下跌1.19%,我们再看一看行业热力图,基本上跌的要多一点,很明显,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们看林长的板块,今天林长的板块是热煤,激光的,大概的油气,与这个营销,燕油,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跟油气相关的,然后就是农业图业,图乳,然后是铝,医鸟分箱。 所以基本上有材料,有油气,有基本概念,雷达基本概念。我们再看一下收盘的时候,这个涨跌分布,那么下跌的股票一共是,应该是8100年10家,上涨的股票是3569家,所以上下跌的股票远远多于上涨的股票数,正好跟昨天是相反的。 好了,我们再很快地具体看一下大盘的情况,这个大盘,因为我周末讲过,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关于这些波浪连的具体的细节,我们看一下目前去什么位置。 我周末讲过,这些从股票形态,从均线,从科技界指标来分析,都有回调的压力,今天正好是开始回调了,而且非常的明显,大家看一下我周末讲过,这个K棒是一个上涨一线,防垂线,或者是墓边线,非常看跌的。 而且它正好在这个黄金风险百分之百的位置,受到比较大的阻力,就是说,所以从波浪连来看,它正好是经过五浪以后,再去我们现在说的是小浪,中间这个A浪应该是已经到顶了,就是说,目前比较重要的支撑位,就是这个五月份这波回调的时候,这个景线的位置,它还是4087左右,这个位置要守不住,大家会类似于这个地方,下跌的会非常非常, 下面有位置就是说黄金风险百分之六十一点八的位置,然后就是这个,这一波W底的这个景线,我们再看一下均线,周末已经看过了很明显,它没有过这个半连线,这个位置,而且这个半连线是拐头向下的,我们说这个是连线,大家注意,这个是半连线,这个是季线,这个是月线,这个是十天线,最细的这个是五天线,这个半连线目前还是拐头向下的,大家可以从直观来,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均线还是拐头向下的,即使它暂时站上去,它也很容易掉下来,那么只有像这种,你比如说季线,这一种月线,拐头向上的时候,它掉在这个位置,这个支撑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是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再看一下这个K的界, K的界很明显,已经在高位87左右,开始形成时差了,我们说在这么高的位置,大家看下五月份这波回调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正常,这个回调才刚刚开始, 它可能受到CPI的影响,就是说明天这个大盘的走势,它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横盘,类似于这个地方一样,但是一旦这个利空消息,你比如说明天CPI要是超过9%, 甚至比6月份的9.1%,9.1%还要高,那明天这个股市,就会突破这个,跌破这个5月份的这个景线,会重挫,就是说,所以目前这个大盘数消息面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道琼市也是类似的,道琼市事实际上,我们看均线就知道,它也是在这个半年前的附近,没有过,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就是说,目前来看,它跟这个标普类似, 这些K线形态都不是太好,就是墓碑线,类似于,而且它也是,5月份的这个景线的位置在上面,就是说,还没有跌破,我们看KD线也是,它也是在非常高的位置,87,88左右,开始形成一个史刹,就是说,这些都是从K线形态,从KD线指标来看,形成了史刹,都有这个继续回调的压力,同样的, 这一个景线,5月份的这个32646点,这个位置应该是非常关键,如果说明天CPI有,非常高,它很有可能一下子,类似于,这个地方就跌破这个位置,往下重挫, 而且我刚才说过,如果说明天CPI的数字比较小,你比如说低于8.7%,这是市场预期的,如果说在那种情况下,这个股市不大涨, 这个就是后面,一般大空的事件,后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利空,大家注意, 我们同样很快地看一下纳斯达克中国指数,纳斯达克中国指数这一波反弹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是牛跟熊的分界线前面,我刚才两个指数忘记了,给大家说牛跟熊的分界线, 实际上现在这个标普500跟这个道琼师都是运行在牛跟熊的分界线之上, 而这个纳斯达克还是运行在牛跟熊的分界线之下,也就是说纳斯达克还是在熊市的环境, 他已经离这个牛跟熊的分界非常非常接近这个高点这一波, 但是没有到就被打坏了,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他实际上这一波他站上了这个半连线,比前面两个指数都要强, 但是我们说过了这个半连线还是拐头向下的, 所以这种站上也不是很稳定,他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的,他过了这个百分之百黄金分线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过了这个五月份,这个WD回调的时候, 反弹的时候这个高点,所以我们说那是达克的反弹非常强,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前面下跌的幅度非常大, 而且他目前还在熊市的环境, 那么这一波下跌实际上大家关注, 就是这个黄金分线百分之百的位置12326点, 你看能不能守住,我们再看一下K的借, K的借已经是在非常高的位置,基本上在91左右形成的一个史差,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K的借指标来看, 这个回调下跌才刚刚开始, 所以明天要是有利空消息很有可能就跌破这个黄金分线百分之百的位置, 我们再看废半,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废半实际上受消息面影响比较大, 刚才就是说是昨天的时候是有那个英伟达那个预警, 就是说他的财报不是太好, 而且下包括毛利率, 包括这个前瞻之影都是大幅下滑, 就是说那么同样今天美光也不太好, 同样的思路那么开始重挫, 大家看一下我们说这个废半代表是半导底行业的, 它这个指数比较单一, 所以下跌的快,上升的也快, 你比如说这波反弹非常非常的猛, 我们先看均线嘛, 均线跟那个纳斯达克类似的, 它也是站上了这个半年线, 曾经就是说,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半年线拐头向下的, 这种是非常不稳定的, 它即使一二三天站上这个半年线, 它跌下来也非常非常快, 大家看今天一个英镑就已经跌破了这个半年线, 包括十天线五天线, 来到这个黄金风险百分之六十一点, 拔了位置, 今天似乎在这个位置站完了, 但是目前这个半头里, 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拜登实际上签署了那个法案, 就是那个晶片法案, 实际上今天应该是个利多, 它还是下跌的, 证明这个市场, 实际上应该是比较看空, 至少短期来看, 这个还会下跌, 大家去, 我们看一下KT街吧, KT街已经是, 这个市场非常的明显, 已经是确认了从高位88上海下面行, 所以我们说这个半导体这个指数来看, 到这个下跌才刚刚开始, 所以比较相关的, 大家看一下, 博通, 英特尔, 台积电, 高通, 美光, 这些都应该回调才刚刚开始, 但有可能回调, 有可能短期有一个反弹, 但是大概的时间应该会接着继续往下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国四年级国债收益率, 这个时候也开始反弹了, 我们看一下均线, 它已经占上这个半年线,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国四年级国债收益率上涨, 这个科技股是有压力的, 油期当突破这个3%的时候, 这个压力就更大,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3%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油, 那么油实际上, 原油今天似乎也开始往上走了, 它似乎是现在在测试这个年线, 大家注意, 但是总在来看, 我以前也讲过, 从这个道士里的123法则来看, 它已经是这个趋势应该是已经逆转了, 也就是从上升趋势, 这个上升趋势价已经改为下降趋势了, 目前就是说, 除非它很快地在站位突破这个3点, 也就是因为线的这个位置, 这个油就是说, 我们现在群职从继续面考虑, 这个油价我以前一直说过, 它实际上是消息面, 是地缘政治, 人为的应受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是它做跟油相关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目前来看也在做底,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这个V形的反转, 但是目前似乎在这个景仙的附近, 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就是说已经是123第4天没有过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你做黄金相关的一些股票, 或者是衍生品的话, 你注意一下这个季线位置, 我们再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也开始反弹了, 大家注意, 到目前就是说, 已经似乎在这个支撑线附近, 105.3左右受到了比较大的支撑, 所以这个美元指数, 实际上只要在100以上, 或者甚至105,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我这个周末也讲过一些美元, 目前实际上对一般的全世界的货币, 来看都是非常的强势, 美元这种比较强势, 实际上代表对美股实际上是有压力的, 大家注意, 尤其如果说升息, 你比如说9月份, 我这个周末也讲过, 跟你都非得哇气, 实际上9月份, 现在就是说升75G点的概率越来越大, 大概我上个礼拜讲的是超过68%, 这个升息实际上美元会继续走强,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week指数, 那么这是一个今天上升的2.25%, 但是它还是低于25%, 我们看一下它离这个均线, 这个所谓的连线, 在这个底下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趋势线, 这是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线, 非常的明显, 它每一次来到这个位置都会反弹, 这一次有两天的时间是跌破了, 但是今天又站上了, 它同时, 大家看它实际上是个收敛三鸟行, 就是说它很有可能明天应该继续, 就是说往上回调, 就是说往上反弹吧, 这个week指数往上反弹, 表明这个大盘还会往下回调, 但是明天正好是公布这个CPI的指, 所以大家关注这个CPI, 所以这些指数只是做一个参考, 参考目前正好是消息面, 应该是比较关键的, 尤其明天的这个CPI,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CPI如果说非常非常大, CPI就是说超过9%甚至9.1%, 那么这个股市会中错到IG, 如果说我们前面的结论也给大家说过, 如果CPI明天比8.7%的市场预期的小, 那么如果说股市在这种情况下不大涨的话, 那么表面后面还有比较大的利空,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祝大家明天交易逊礼, 拜拜。